健康就是财富 虽然这是一句老生常谈的一句话 但是对于曾经失去过健康的人来说 这可是个金句 好好照顾自己的健康 人生自然美好 今天我们非常开心 请到不断帮助大家 创造彩色人生的维康集团总裁 莉莉刘 来到节目当中 一起来谈谈养生之道 莉莉你好 主持人你好 那么其实我还要跟你讲养生之道 绝对没错 因为我发现我每次看到你都觉得 好像又更年轻了 谢谢 而且我知道你非常的忙 让我觉得很好奇点就是 你虽然非常忙碌 可是你气色永远看起来非常的好 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是怎么保养的首先 是我们的林志王 还有我 这个就不用说的肯定了是不是 然后我本人就比较喜欢煲汤 其实我们女生多喝点汤 对自己肯定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帮助 因为本身我自己飞来飞去的 人家说从你身上看不到时差 也看不到疲劳 而且多飞驰是不好的 对身体是不好 是个辐射线等等的 但是你永远看起来就是气色非常的好 所以这个林志王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保健产品 增加体力 对 还有最主要就是说开心 人其实很多人生病就是因为心情不好 比较内向 其实做什么事情 想的比较多一点 对 什么东西看得很开 其实人开心就是什么病 就少来找你 如果不开心就会来找你 真的是这样子 对 所以当然了这些其实 我觉得为什么那么多人一直不断重复 这些人很多人都知道 但是有时候很难做到 所以我们今天来讲讲 就是说除了你自己本身 要来好好调整你自己心情上的一些调试之外 其实是有一些保健产品 我们是这么多年来 一直是这个维康集团的王牌产品 我们来先讲讲这个林志王好了 我知道林志王其实是 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是 好像是万灵丹一样 但是它真的是万灵丹吗 还是它的功效到底是帮助我们在哪里呢 其实很多人以为好像宣传林志什么都治 其实林志是什么都不治 它最主要是全方位提高人的免疫功能 我这里讲一个小插曲 有一次我回大陆 做一个东方航空公司的航班 我的旁边是一位妈妈带个女儿 她后来跟我聊天 她说请问你是那个莉莉吗 我说你怎么知道 不能做坏事 结果后来她说 你一直是我跟我先生的一个榜样 我说为什么 她说我们一直看你的节目 听你的节目 看你这个人生这样起起伏伏 我都说因为我们是 这种跨国公司来的 也碰到很多困难 在碰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就想起你一个人挺不容易 这种精神一直鼓励我们走到了五六年 所以坚持到现在 所以我都教我女儿学习这个莉莉阿姨 因为我真的是蛮感动的 真的非常感动 对 所以这二十几年本身我自己是学化验的医院 那么能够提供一些好产品 能够帮到我们海外的华人 特别是在12月6号 在我们美国保健食品药物协会上 能够得到美国国会医员Judie Chu 赵美心女士亲手的颁奖 让我感到非常的安慰 自己的付出得到了回报 对 我觉得你不仅得到 就是说在这个美国 在美国市场的一个非常大的认证 尤其在这个 是我们非常具有指标性人物 赵美心亲手颁发这个奖给你之外 其实我相信多多少少 从每一个用你产品的这些民众身上 你也得到很多的鼓励 跟这个等于说是非常开心的事情 非常满足 但是这么多年来 你从事这个行业 你觉得最 大家一般人对于这个保健产品的一些 想法是什么 他们有没有什么样子的迷思 或者觉得说 到底是应该要怎么样来服用 对自己才有最大的功效呢 对 你说的很多 很多人其实都想保养 但不晓得怎么样去挑产品 其实在美国市场 每一家公司都有自己很好的产品 而且在美国法律是非常严格的 那么产品 保健品 大家不要把它当成是治病 因为我们中国人说预防剩余治疗 所以平时如果 其实很多大病 它在之前都有信号给你 都有些征兆 对 所以一定有征兆 所以你平常的话 如果是说经常清肝排毒 或者是说经常将自己的体内的毒素排出来的话 休息好 那么你的身体就不会有很多大的疾病 当然这个跟家族的遗传也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这个体质来讲 这个父母给的是没有办法 但是我们就好比说很多父母有糖尿病 他的小孩就患糖尿病的机会比别人高 所以你在饮食上就是要很注意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要服用一些保健品 平常能够帮助你的身体排毒 可以提高你的免疫力 提高免疫力以后 你的身体才会更加好 而且我们的所有的产品 我真的是很感谢我们的用户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这么多年 风风雨雨对我丽丽坚决的支持 那是你的产品好才行 对 谢谢 而且很多客人让我真的很感动说 丽丽 你放心 我们永远支持你 我听得真的是很感动 那激励我们 就是说能够在将来能够研究更好 就是更纯的天然的东西 来帮助我们海外的华人 而且我们公司受了这个奖项以后 也股非常大 而且特别我们这个产品的保证就是说 我们这个加州中医协会已无会长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世代家传的一个中医 听说北京很大的这些中药店 都是他们家有股份 那么它临床是做了几十年了 所以这个协会的所有的中医师 都是在美国有执照的 而且是有博士学位的 所以我也非常的荣幸能够得到这个会 对我们公司产品的推荐 这对大家是一个信心的保证 没错 所以我也很感动 我们有一个客人 那么她叫Tina 她的儿子是在二十岁多一点的时候 就得了血癌 不幸 当然孩子那个时候还在读大学 都没有办法读下去 那做化疗呢 做完以后就人受不了 就是因为化疗就是她就是头晕 没有办法吃东西 一直呕吐 高烧不下来 所以医生没有办法做 那么朋友送给她我们这个维航明治王以后 她非常开心 那么她试了以后 那么再加上她的化疗 她儿子没有吐 没有掉头发 她非常的开心 她就可以去打这场战 对 她就有身体去抵抗这个治疗 因为所以我们说 每年这个体检是非常重要的 一定要去看自己家庭医生 那么我们说早发现早治疗 这对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健的方法 那么这个孩子现在这么几年过去 不断大学毕业了 而且还考上了军校 她妈妈还说要请我去看参加party 当时跟我谈的时候 真的是一把鼻涕一把泪 你想想家里面一个儿子 能这个大病整个家族都乱掉了 所以我也很开心我们维航明治王 能够帮到这么多人 所以我想如果大家对我们公司想了解 或者是说想煲汤 想拿今天的优惠 你也可以打我们的免费电话是 11866-583-9333 来粒粒的教您煲汤 那么买我们明治王 古教王 还有保胜康 所有的产品保眼康 都有特别优惠给大家 所以大家只要打 11866-583-9333 这个免费电话 好的 那么其实呢 莉莉有很多东西要跟我们分享 那我们等一下呢 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过后回来呢 我们来讲讲你们的王牌产品 林志王另外呢 还有一些保肝的一些保健产品 我们千万不要错过了 马上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